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比赛是一场九哥哥的视频 然后是42期 然后选择的是一个挺受大家喜爱的英雄 斧王 ASE 也是一个打野斧王教学 斧王的英雄可线上可打野 但是推荐对面优势路大哥不是特别强 就是击杀你能力并不强的时候 然后选择混线 而这套比赛对面优势路还可以 然后所以他这套比赛选择打野 而且有人马 斧王的英雄打野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出装方面也是打野爪加上一棵吃树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出装 好让我们来看这套比赛 斧王前节加点肯定是主三的 这个毋庸置疑的 然后这套比赛操刀者是IG的三号位 XXS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学生 小学生还是一名挺受大家喜欢的选手 也是一名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吧 最近在IG也确实是越打越好了 然后让我们来看这样比赛 有没有什么犀利的发挥 这边斧王上来选择的是 先补一个圆盾 吃了一个服务以后 斧王对圆盾要求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打野需要用肉体扛 并不是有招玩物那种打野 然后他加点方面一般都是主转的 然后复好一击点灯足够 但是如果打一些压制力比较强 比如说你打中单也有附点灯的 这种都是有的 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一般打野主转肯定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出装方面 挑刀是斧王的核心装备 这个英雄特别适合打一些近战的大哥 比如说是敌法师啊 小越人这些他都很好打 控制也很硬 从来说是一个版本比较热门的英雄 也是效果还不错的 这边斧王选择拉一波野 打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能拉野 尽量拉一波 这包野猫似好像有点没太拉出来 我看好像是 埃及最近中国最大比赛还是SRI 希望中国在SRI中表现出色 斧王接着打野 说完呢 加点以及出装 出装方面还是 来说说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外挂吧 然后那个威慑最终还是今天秋后算账 然后符合威慑一般的性格 都是出事然后再处理这边就是闹得飞飞扬扬的最终开挂的事情 然后完美反应给了威慑 然后最终威慑还是痛下狠手 永久封停了这些使用外挂的账号 就是使用外挂的玩家的账号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外挂确实是对于一些影响这游戏的公平性以及竞技性 是很多游戏都是因为外挂毁掉的 所以说绝对要绝对要风停的 威慑这波做的非常的果断 现在打野小兵不打断大要高 所以说对于府王这种肉身打野英雄来说 可以说增快自己打打野效率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感动 对于府王来说 府王前期打野之后尽量选择多拉野 而且府王的英雄反野能力不强 尽量在对面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反野英雄的时候 再选择打野是比较比较合适的 他出篮方面一般都是绿鞋 因为府王的英雄平常都是打野居多 然后就绿鞋也有对府王的一些恢复 这边直接磕一波拳 XS蹭一波 在这个最大范围面直接蹭一波拳 非常非常舒服 人马也是被打红了 对面大哥貌似是军团 这是一场就是这是一场天梯比赛 XS分还是挺高的 最近离子也在火猫直播 肯定是有兴趣的都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弹幕 然后这边XS接着补刀 拉一波野 基本上问题不大 出招方面也是要往绿鞋走 点个灯 他一般五级都是加三级的 就是加三级的转 然后一级的吼加一级的点灯 吼是府王的核心控制技能 有时候被打逃生手也可以用一下 好 这边小学生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三分钟到达五级 效率很高 这样在双方阵容 天灰方是一个绝对的冲脸组合 然后白牛人马匹 加上府王以及剑圣 这不太像是这个分段 应该拿出了天地分阵容 没什么酱油 还是完全一个强冲脸 直接把对面脸冲歪 是这个想法 但是效果好不好 我们只能一会儿来来看 呃绿蟹应该已经做出来了 白牛开始往中撞 因为 府王前期的游走杠的能力不太强 除非是在对面没眼的时候 绕后直接吼到人 但这种概率是讲道理的话 是不太高的 所以说不太推荐大家这么打 基本还是以发育为主 府王的英雄就是打发育就行 然后这边出到绿蟹 有绿蟹以后 府王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 呃 看XS这边肯定是能 诶 这边 我XS这个细节并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现在有物品篮的 就是有有那个 有这个快捷道具 放快捷道具的背包 所以说直接可以把他背包放下来 然后直接就是选择 提前六秒钟拿出来 就比如说你看野怪 还有六秒钟差不多能打死 然后就放出来 就就没问题很稳 细节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这个小细节很重要 对付啊 尤其是对面 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爱用这个道具团 什么喝拳的啊 还有什么用绿鞋啊 经常喜欢扔在地上 这种其实挺容易出事的 如果出事的情况下 被对面捡了绿鞋 就血崩的 所以说不太推荐大家这么搞的 就是用的有背包 咱们就用背包 威慑既然给了咱们背包 咱们肯定还是要用背包的 这边点个灯来杀牛 白牛冲 配合 富王应该是能杀掉牛 好住 转一下 这不转啊 但是牛转也没打的 所以说转还有困难 白牛有毒球 应该是能杀掉的 富王这边有六 哎 这里有可能有意外 对面有人支援 但富王下一步 牛给个板 点个灯 马上有斩杀 可以转一下 看能不能斩 血量差不多了 一直在点牛血量 直接斩够了 富王千万要算好斩杀血量 这边富王可以再磕一波进化 实际上有个进化药水 哎 这边军队还把技能放完 直接贴进化 细节不错 小学生细节还可以 还有一个斩杀篮 看小学生是不是要回去要干一波 PA很肉的 PA在前期面对物理系英雄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肉的 这边敢不敢反冰火枪 拍拍这里 血量很低 好猪 转一下就可以斩 斩了 哎呦 拍拍喝不上泉水 好好僵 那富王这波可以说彻底起飞 经济肥的不要不要的 一波爽 一波爽那天 直接快要到达七级 而且离自己挑刀也非常非常近 一千三百多块 这边富王把绿鞋扔到地上 其实挺容易被捡 如果对方有什么SA赏金 绝对不太推荐大家这么点的 需要需要一波绿鞋的 就是需要放到道具栏里面 其实最近的更新计划 说说下周的更新计划吧 下周的更新计划 离此打算做一期 Milko的NEC 然后做一期登地的大哥暗幕 还有一期 就是剩下基本 目前来说就这两期 然后已经选好了 剩下的比赛咱们慢慢看 这边防一千六百多块钱 还是选择先回家合播拳 然后直接提笔来搞一波潮汐 剑圣面对潮汐还是有难度的 潮汐这英雄前期面对近战 真是完全无压力 除非少数那种特别凶的近战 比如说派洋熊这样的 派洋熊他都好打 只是肯定比一般近战时要强一点 潮汐这边把剑圣压出了石 剑圣好难 这边白牛状 准备搞了一个潮汐 无地产直接斩上去 潮汐应该是有希望要死 开转 潮汐这边应该是被搞了 直接转死 府王是一个可以明目 直接可以明目胀胆的KS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他斩杀会有一个团队buff 所以说他抢人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拿人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不要喷 不要喷KS的府王 不会斩杀的府王不是好府 就是说不会抢人头的府王 真的不是好府王 最近看到一批文章 然后就是一篇文章说是 九千分俱乐部 然后在这里也是 他们在那里统计了所有的九千分 然后李子也是第一名拒绝者 然后就不是怎么冒绝者 Milko 然后还有拒绝者呀 666啊 以及马兔巴曼呀 还有阿摩呀 欧罗哈道斯啊 还有RT贼呀 No One呀 弗瑞我啊 Middle One GH等一批九千分的选手 大家也许许你都可以看 当然还有中国的宋真 SCC 挺多 挺多九千分的 这些九千分 其实我觉得昨天看Middle One那个采访 他表现出了跟登地完全不同的性格 就登地就觉得九千分有用 就是登地觉得天梯分数就是个浮云 没用 天梯分数打在高 比赛中打不好没用 登地是这个看法 但Middle One就证明就觉得九千分能证明一定东西 就证明你能打到九千分 什么扛压能力啊路人能力还有个人操作都分离不大 这边跳好 杀潮西 但潮西应该有大的 七级潮西 这边潮西怎么办 踩不踩大 这边在A下 潮西还是不愿意踩大 直接被防战杀 他觉得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天梯分到底高分 就是九千分到底有用 这边一波跳好 找到了牛 牛应该是一个死人了 撞撞一下A一下直接斩了 偶尔又双杀 爽爽的不行 爽的不要不要的 那拍拍在这里打盾 为PA阻止 PA把拍拍盾打掉 舒服 非常非常舒服 上一期给大家公布一下结果吧 像他像Resolution那么爱切屏的是RTZ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踩到RTZ直播 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就是非常难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RTZ的 是RTZ 这个人是RTZ 这里不骗大家是RTZ 很多人猜的 也有猜VH的 也有猜EE的 也有猜各种各样的 但是像他切屏那么报警的 我觉得跟Resolution有一拼的只有RTZ RTZ那个切屏也是相当夸张 刃甲对于斩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核心的状态 尤其你打一些物理输出能力比较强的 比如像一些物理输出很高的 你的刃甲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TA这样的 或者斯文啊 小鱼啊 这样都还行 SLY 再次还是那句话 真的不太看好中国战队 中国战队太长时间没练了 好难 这边跳舞派派 PA一波爆发 但是派派帽子能开出大来 开出大派派肯定就死不了 这边军团过来支援 那军团没跳吗 死的PA必走 这边还准备反射打的 防血量不是特别好 状态不是特别好 防血的撤了 这波打不了了 再上一吼 对面牛也过来支援了 防肯定是要死的 防这英雄一定要多打野 少混线 因为你只要不出现在线上 对对面战线的英雄 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配合线上队友 一波好就可以秒人 但是如果你老战线刷线的话 你让对面一直能看到你的位置 对面是不怕你的 像这种干客都是典型 带节奏干客像小强这种 都是推荐大家这样 尽量多刷野发育 尽量不要太多的战线 太多战线暴露自己的位置 对面一些大哥可以躲着你刷的 让你的压制力变得很差 因为防这种英雄 一旦打到后期 对面大哥神装成型了以后 你的防那点认假伤害是不够看的 最主要真的没多少强 而且这个转 你看这个转 其实伤害也并不是特别高 就是满机180点伤害 看似很高 其实打到后面真的蛮一般的 对面一波反扑 防这边可以磕一波双倍 让尖胜� 人马踩一脚 这边潮起一个大 只大到一个人马 拍拍熊一波满输出 但防跳舞到三个人 小医生这波跳舞很关键 人马再踩一脚 哎呦还是不行 牛来了 人太多了 开转 但是转貌似转不死 拍拍熊 哎这感觉要僵硬啊 这波天空 直接死了两个人 这边牛有下一个板吗 直接 开大 狙一枪 牛没下一个板 应该是杀不掉了 88F也是一个切屏超暴警的选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人马这波跳过来 有点僵 一个G 白牛撞 撞 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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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还打野 推一下 直接开大 直接A死 拍拍熊 其实刚才可以开V反杀 应该在V在CD 大招也在CD 那没办法 白牛成功 单杀一波 拍拍直接起飞 拍拍经济非常非常好 白牛一波拿了400多块钱 RF王也可以带物 搞 这种英雄要真想杀人 很容易的 这边有人叫我不理他 今天忘离线了 稍微给大家出去 离一下线 好了 让我们接来看 刚才忘离线了 这帮非常净准的 找到了火枪的位置 哎 没砍出来 但还能砍出来 哎呦 砍出来就可以跑了 但富王感觉要绝 在白牛撞一波 能杀军团吗 还是A死了 牛没技能 你有大招就不炸了 牛没技能 这边在跳舞牛 哎小学生几波预判都不错 直接一个卡三杀 不过小学生一波起飞了 人家已经出来了 爽炸天 这波有点过瘾的 人家好了 有人家以后 否划后续的装备做 就可以比较舒服了 然后就可以做 如果对面控制实在太多 可以做BKB 可以做西瓦 可以做新 然后可以做 吃中鸭 都是还可以的 道具 选择非常非常丰富 也都挺好用的 防那种鸣球肉就行 打肉提供肉控制 靠刃甲跟转 打一点输出 关键大招 可以斩杀 提供 给队友提供buff 基本上就这么打 富王那边跳出来 合一拨拳 可以接着走起 节奏也还不错 明天是周末了 也在这里 先祝大家一声 周末快乐 接着大家也发育 还是一个 防一定要注重自己发育 防下一波要做BKB 因为对面 控制潮汐加牛 确实有点硬 然后做BKB 可以 关键时候有BKB 可以更方便的 跳控制 都是不错的 这边PA给一标 应该是想杀 一个无敌斩 直接掌道派 打招式上 决斗 这波人马跳崽一点 但打的都是潮汐 感觉PA是要死了 送到了 送到工具列 这边直接选择撤了 打一点不太好打过了 潮汐毕竟还有大招 这波再接 有点会很伤的 潮汐不太舍得 开大流一个人马 不太舍得 开大流人马的 白牛冲走 毫无办法 要去冲牛 SRI的比赛 应该是在23号 然后到时候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毕竟开年第一个大赛 也挺让人关注的 最近 黎子也在关心一些 就是 黎子最近也在关心一些 关于房子的事 现在感觉 房价真是贵 想做点投资 就发现房子 真的不是我能投资起的 又打消了 这个念头 太什么贵了 离我们这最近大城市天津 就在天津一看的房价 突然觉得过去你们 认识那帮人天津蛮土豪的 都在市里 有那么大的房 好给力 现在中国房价 真的是已经 到了夸张的地步 其实投资 主要还是为了 子孙后代造福 主要想给我孩子 弄个天津后口 考学确实容易很多 因为 河北确实是一个 相对来说 挺高考大省的 所以说在这里 竞争压力太大了 为自己下一代考虑吧 行 收获让我不顺心 也在这里不多说 让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这边 府王也是疯狂发育 先打BKB再说 人马直接被抓死 这就看似人都领先很多 其实经济上 应该是领先不了那么多的 领先了三千块 也不算很多 这是三千还是五千 领先了五千块 四千吧 四千块 领先不做很多 而且对面暴击团来 还那么没那么好打的 撞白白的白白直接开大 这边能吼一波白白吗 吼到白白熊 冰很多 直接A死 哎呦 PA爆了一刀 白白大招结束了 这伤害还是掉的非常 就是爆的非常高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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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跳过 但是好像 不太有转一下 再转 我三连转 冰很多 白牛一撞 感觉能杀潮汐 标一下 直接砍了 我爽 这波杀潮汐很过瘾 潮汐很肥的 连杀对面两大哥 这玩意迟早 用烈烟建筑 已经雷 服王这一段 也快打出BKB了 小鱼生的服王 是IG的一手绝活 IG特别喜欢 给小鱼生拿服王 他打的确实也不错 每场比赛都挺亮眼的 虽然不说打的 就是多屌 但是基本上 每场比赛都能打出作用 最主要是IG的一手绝活 他的服王跟大鱼 打的比较好 他大鱼打的也挺多的 所以IG特别喜欢 打鱼狗车 小鱼生这个选手吧 操作蛮好的 但是缺点就是 逆风有点 扛不住压力 逆风想让他站出来不容易 但顺风确实很可以 就属于年轻的选手 该犯错误 他基本都有 年轻选手的优点 他也基本都有 所以说在中国 属于一个挺普通的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在IG这种队伍 跟着大鱼生学一学 跟大鱼生这些老将 学一学比赛的经验 我并不知道 他学大鱼生的操作什么 就是学一学比赛经验 对他将来前途 会非常非常友好 就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这边BKB已经好了 刷完这波也直接够了 给你拉一波 刚才小鱼生 这细节没做好 给你拉一波 他过来的时候 刚好54秒 给你拉一波 直接吃掉这赏经 4100块 买东西还喜欢 一次性购买 一次性消费 是吧 再无 再无附属投资 好吧 一次性消费 由宅被拍拍拿到叶眼的拍拍打着竹子 确实太难防了 真的是太难防了 夜眼拍拍开悟基本就能比较轻松 头条路战 而且拍拍这英雄头路战也不快 肉栅杀手名不虚传 绝合歌的视频得一期一期给大家找 所以大家这个真的没办法催更 因为离子也急不来 就这种都是属于那种慢慢挑慢慢找的 因为首先你选手得 这英雄确实玩的6 还有一个就是最好是一些比较有 有名气的职业选手 因为为了点击量考虑 离子做视频也是希望更多人看 所以说有时候会为了点击量考虑 像离子我讲到里 离子已经算是对点击量看比较低的主节说了 为什么 因为我做的一些视频都是典型那种 会见一些新人 比如上一期做Resolution 这种其实挺要点击的 为什么 因为Resolution名气不够大 你天天想名气高 你肯定天天就做Maybee啊 大B神啊 Miracle那么这些人 但是天天看他们也没意思 所以说离子也会做一些新人啊 或者一些实力大于名气的选手啊 对 最近大家我想找到了一些豪娘子最近打录像 豪这目前最近要回来打猫头了 还是很多人挺喜欢上鸟豪的 至于你们想说猫牙 我这真不知道干嘛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豪还有时候会打打刀的直播一下 还看看 昨天看豪打了一场尖胜 打得还不错的 状态还在 感觉还是能训练一阵子练一阵子 应该还是能回来继续打职业的 年纪也不大 豪在老一批选手中算年纪比较小的了 他出道比较早 在小飞扬时期就出道了 跟巴森林嘎子 谁是他们这帮人一块出的道 当然豪跟大牧 老说大牧基建 法律物建 牧豪基友组 但其实他俩并不是在一块出道的 这边 福王吼的 军团这边跳过来没啥意思 直接被福王砍了 潮一一波大招 能秒到白牛 皮能不能走 这边福王可以 福王可以接着追 跳踩一波 直接被有人杀掉牛 打电圣 那拍拍感觉要被放风筝死 拍拍应该是风筝死了 一火吼两个很关键 直接拍拍交盾 这边能干到潮西吗 直接斩 拍拍这边估计也打不死人 哎呀被放风筝放 不要不要的 直接被搞定 这波拉扯好 而且大哥军团莫名其妙送了一波 军团有点穷了 双方都是冲脸 一边拍拍军团潮西 而这边更凶 但这样比他优势很大了 XS下一大件想做什么都可以 吸法吧 感觉打拍拍吸法好 哎呦这边军团感觉要双杀 我的哥 军团双杀一波 一波七百多 一波四百多 直接拿了一千块钱 直接起飞 今天到达第四名 刚说的有点穷 他就果然 果然杀一波给你看 稳定一臂吗 主要两人想杀军团 军团吸两口血 被动比人命比较好 连出两下被动 直接反杀一波 否则还是要做吸法 常规出装 后面可以补 玲珑心 龙心都是可以 都都还不错 但天文王这阵容最大的谋命是什么 不太好上高地 哦他想做 玲珑心直接玲珑心了 看来吸法没什么用的 其实吸法好 他优势可能比较大吧 我觉得玲珑心没有吸法好 吸法的游元节 还是比玲珑心高的 毕竟对面 拍拍跟巨团 都有点物理 所以说吸法肯定 加护甲比较多 效果也比较好 PA冲火枪脸 火枪真是一点折没有 这边PA完成一波双杀 白牛应该是已经是个死人了 白牛被巨团杀掉 开BKB 反应很快 让PA没有第一时间配合 配合 没有让 蔡元第一时间配合 潮汐把自己秒掉 这边人马的血量很危险 但是决斗一波 哎救不了 救不了 这波真救不了 走了 防疫得撤 这波救不了 能走一个是一个了 把人马卖了就完了 人马估计也很难跑 哎 牛了个板 哦又没板好 赶紧板到人马 人马肯定是个死人 我妈脖脏了 脖脏嘴了 战甲配猴子双眼非常非常高 军断要死了 直接被砍斩杀 变态杀戮 一波单杀 三级的大 三级大斩杀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三级大 我记得是四百五 哦四百四百 富王里面玩确实比较少 但是三级大斩杀血量其实还是挺高 四百点血 神杖是五百五 但是富王出神杖确实性价比挺低的 没什么用的 不厉害 富王出A杖真的不厉害 每一边都要特恃 这边准备杀派白熊 好 OK 这边准备杀派白熊 配队队友啊 一波刷直接斩 哦哎呦 小�貅长这边疯狂瘦哥呀 哥们儿 福王最过瘾什么 就对面三四个人红血 你光光光光光 跟断头台一样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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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爽的一逼 而且哎 我就喜欢腐王不和谐 腐王是我唯一玩不了和谐的英雄 哪怕PA我都玩得了 PA不就爆石涌吗 还行了 但腐王这英雄真的不能 真的不能 讲道理不能玩和谐的 妈不玩和谐的恶心的不行 这不和谐的那斩杀音效 还有那个喷血的效果 我爽的爆炸 就感觉妈整个人都嗨起来了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玩反和谐 至于很多人问我怎么反和谐 因为我这个马是最早的一个 最早一批全球马 国父 国父刚开一星期管精灵药的 那时候精灵是完美的管事嘛 要管精灵药 那时候跟精灵错解 不会算有点交情 这边好一波救一下 哎呀还是死了 人家给A死了 直接卡 卡的啦 就像砍木头一样 爽的没治没治 这边PAP过来 哎呦这这斩杀肥的 斩杀肥的父王真吓人啊 各种斩杀 这边状怨牛牛 应该已经是个死人 PAP一刀爆死 潮汐这边没踩大 其实科长P就一波牛 可是感觉牛技能都在 你放一波大 没准牛接个大 能秒掉点人的 我们同事那帮 那帮老老 中老年妇女们 我靠聊 天天玩聊天聊的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从他国外 从新名聊到金正南 我天 这太牛逼了 让我觉得 让我跟我有种 去看政协会议的感觉 好屌 我能更潇洒吗 我 福王现在 经济非常非常飞 可以看出福王 其实这英雄 打先手打反手 都还不错 抓人什么 也是一把好手 这英雄可以看出来 现在他的一些价值很强 但是天文汪 这个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们这阵容 说老实话 不太好上高地的 上高地能力 非常非常非常捉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好 消耗 耗打手段 人马也不是大哥 是一个三号位人马 不肥 所以不肥 他们只能靠带盾 坚持转 上去砍两刀 也就这样 上高地能力不好 但不好上 所以这样比赛 时间应该就是 看看基督条 大家也可以看见 时间应该不短 虽然看似优势很大 经济领先蛮多的 哎呀 我爆上奥地 我容易被人翻盘 这怎么打呀 这种其实是好打的 为什么 就是你只要 抓住对面的野区 哎呦 他批一刀吧 他派兄们暴死了 你只要盯着对面野区 不让对面刷野 做好眼 对面刷野你就出来抓 对面刷野就出来抓 一点点慢慢滚 把血球越滚越大 滚到你们两三万 管到三万几 你有病 你上不去高地 一路也路上去了 拿人都换也换上去了 这种就挺容易 就别着急 有些人就这样这种情况 感觉自己上面要高地 带盾 我就要硬上 然后上一波 让人家各种面 火枪崩崩崩崩崩 装备崩 崩几个大人头出来 然后直接一波 火枪装备碾压了 出去打不过了 然后被发了 他们就感觉 让开火枪喷了 这种真没必要 你看就是压着对面野区 不让对面打钱 让对面打钱 就得付出生命代价 这种是最正常 白牛一冲 但是PA没敢分 白牛没敢冲 毕竟高地上有潮汐 他们潮汐加火枪 这种真地战能力 还是蛮屌的 看打对面的野 不让对面打野 不让对面发育 精进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 顶分局跟低分局 有什么差距 顶分局经常会有什么 推不下来一招级 中推 推你妹呀 对面是这种什么 卡尔火枪加潮汐炸弹人的 你们这边五金战 拿命推呀 你看这边 这就有人马直接送了 这边跳好啊 潮汐一波开大 但是防BKB 双BKB在这里 还没满活 这在切火枪 那不太好切 球一断一手 这边牛仔一跳大 高地确实不好上 这包僵了我感觉 高地真的难上 该死的人都死了 肩上也只能开转下来 准备防 能不能断一波后 PA在哪里 跳走 PA虽然还是 顽强杀掉了火枪 但是后续怎么办 PA应该是 讲道理有可能要死 这波上落地 上的非常非常的亏 我PA还没死 这么能坚持 装备确实压制 哎 看我军团 跳好啊 看着你啊 点个灯 军团在打 但是不够斩下血量 这边在干 军团开 开着你啊 打小人 那小人下又好 决斗 这边 军团能A过防吗 哎 A死了 哎呦 这个大人都拿的爽的不行不行 宝石还搅了一块 这波上落地血崩 真的是血崩 直接躺了四个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打这种阵容 你们阵容不好上高地 而对面好守高地 对面又有牛又有潮汐 这都是顶上 你们知道冲打干人 控制很硬的 各种控制 而且还有火枪这种 在高地上输出 可以特别安全 在野外团 PA 刚才两个火枪也切死了 但是在高地团 有牛啊 有潮汐保护 路口比较狭窄 可以打出很多东西的 所以说这波上着急了 经纪让一波回来好多 因为你们这边都是大人头 你看直接经纪 开始往下走 全是大人头 杀一个富王 军团刚才杀了一波 富王 应该杀了多少钱 没显示钱吗 哦 一千四 我爽不赢 尖上也得死 我军团一波起飞 白牛直接撞死 所以说这种局面啊 就不能着急 慢慢打 富王准备做一战 其实一战对于 富王来说 性价比蛮低的 我觉得我不太推荐 富王做一战 没这么用 这东西主要比较贵 而且四天多块钱 我觉得被西瓦的性价比 玩爆 没什么用的 还是要做西瓦 我就觉得做西瓦好 做一战没什么用的 富王千万不要出一战 真的没什么效果的 这边刷对方也行 压着对面 其实白牛可以在这边做做野 白牛我人马可以在这多多捕点野 多捕点野 不让对面能出来轻松刷野 他们紧紧慢慢就会碾压 碾压就厉害了 压压就厉害了 这边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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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火龙挺重的 看起BKB 点个灯 超一脚大招 人马开大 火龙完全不削 这就是先秒火龙太亏了 火龙金一滴一万七 你拿头先秒火龙 打出错觉了 对天呗 这边想过来点个灯 没点到 诶 这 这一架高地就可以上了 太急了 天猫就燕猫这边太急了 主奥迪慢慢脱火降装备起来是正途 军团阿沃尔开悟 丹丹沙抓杀人也就这样了 那这样直接一路高地没了 这波就僵了 就是这种不好伤奥迪这种就等对面失误就行 没粉 就他直接满活 PS 死掉 不带我打 直接来拆命我 哎 这样在这一波夜方就是夜方稍微自信这波直接躺着 一波两路 这这种就很难翻了 也是看到一些腐王基本玩法前击打野以及一些节奏的带动 都是还不错的 而腐王记得切记要记得绕眼 你这种傻 傻乎乎冲上去其实很难干到人的 还是需要绕眼 小蜡 这边杀赵兮 潮兮非常飘手 第一下喔唷 还是被范子扛 但是派派过来 打腐王肯定是没前途 堅了直接一个伞尸 才知道派派身上 派派没拿了准备撤了 这边再跳 火到火枪 这边很关键 刃甲开起来直接扛了两连卡 啊第二没砍到 可能可惜 没见着直接干掉 推荐斧王最好用智能师法 R跟C 就是R跟砍 R跟大都 就点灯跟大招 砍人最好都是 都是神圣智能师法 更加失望更加快一点 而且讲道理也不容易砍来 说实话 智能师法跟非智能师法 还是给大家说一说 到底有什么区别吧 智能师法就是 怎么说呢 智能师法就是快一点 就是比你的 比你非智能师法要快 因为它省一次鼠标 左键点击确认的一个教育 就是你技能放了 就直接给放 忙碌碌碌的都懂 就是速度更加快 就比如对面的绕树林 你直接就一直在按那个技能 只要鼠标碰到了 只要鼠标放的 不用点 不用确认 防止对面绕树林 是效果非常好的 但是也有什么缺点 就是技能失望准确度 不如手动点的快 就是不是快 就准 你不上虚空 你拿智能师法 除非你要练过好多 玩也比较需要熟练 对于一些范围有异 像火猫T啊 还有虚空的大呀 这种都是一圈的 一圈范围 显示范围 这个就需要你 有很强的熟练度了 就知道大概 这个技能范围 才能用的好 还有两刀暴击 这些秒掉 打潮溪 巨医将PA 分点不大 太快开出大招了 哎呦 剑上感觉要僵 人马开任甲 跟贝贝撸 哎 贝贝直接全都打到任甲上 什么鬼啊 哎 牛这里 哎呀 吼到了 点个灯 白牛接个撞 直接砍了 BKB 哎 关键是一波BKB 直接秒杀 在火超西打不过了 准备撤了 不过 防非常没有肉 直接关键 刚才 XS也是展现了一个防 怎么逃生手段 直接斩兵 把兵斩死 也有加速效果 就是你斩死任何单位 都有这个效果了 就是大招不进入到CT 但是打团的时候 就是确认你没状态了 必须要走了 但是走不了 直接斩个兵 关键是要加 给自己加个移动速度 没准还能跑 一般不太推荐这样 因为你斩杀 你看他斩杀的说明 你看斩杀 就是斩杀后移动速度 加成30% 攻击力 攻速 攻击速度加成30 因为斩小兵 是不刷ECD的 所以说尽量尽量斩英雄 但是团战中你确实需要跑了 还可以 小鱼装这样比咱俯 打得非常非常肥 19-2 这两兄弟不去送了吗 哎 这两兄弟真是去送了 小鱼装OB了一下 发现根本搞不了 小鱼装现在基本神装了 他要买大飞鞋了 大飞鞋 他的小鱼装 斩王确实是九副生命 挺有名的 打挺多的 再看一下斩王的天赋吧 我们来看一下斩王的天赋 说到斩王的天赋 第一层加6点力量 和加三木亚恢复速度 离子推荐三木亚恢复速度 为什么 因为斩王前期极度缺烂 而且他不怎么出 灰蓝的续蓝续航装 他的应用很缺烂 6点力量对于斩王来说 真的性价比一般般 必走 这边斩王也好 先看团战 但是对面有权 他直接被砍 有一个跳大 直接大到剑圣身上 这边好道 但是 斩王这第一波没开BKB 还是能卡 没关系 兄弟 我没输出 人马还嘲讽一波 然后接着潮汐估计 也要死 直接斩 可以砍 BKB开起来 斩杀 然后第二层天赋 第二层天赋 推荐大家 250点生命值 跟75点估计力 斩王由于他是一个控制 不是DPS 他虽然跟他兄弟建设长得很像 但是他并不是输出 所以说这层绝对的生命值 75点估计力 确实没用 除非你打DPS 斩王 什么狂战刃甲 大炮 不是狂战大炮 这种的 但是太扯了 一看就不太靠谱 然后第三层 就是25点生命恢复 一般到20级的时候 斩王是不太缺这点生命恢复的 所以说推荐加点移动速度 然后满级的护甲也肯定是不如100点战斗即可的 每秒伤害多的 因为战斗 你看战争即可 每秒伤害140 然后点灯5秒 在团战中周围二名小兵的时候 你点一个灯 伤害是非常非常爆炸的 就切记着 伤害是很爆炸的 所以说 斩王天赋基本都没什么太大的争议 基本都是左左左左 四个都点左 小律轮这边是比较优 比较优解的了 也期待 做这个视频 原因也是期待小律轮将来能成长 没跟宇宙哥呀 还有中国这些好三前辈呀 月月峰啊 大风哥 能达到他们曾经的辉煌 期待你永久是一个 伟大的选手 毕竟你还年轻 有的是未来 人马开大 再点个灯 你看点灯的伤害 我相当夸张了 直接 没卡死 拍拍血量 这个就是没点 拍拍血量 这边准备上高地 白牛直接被秒杀 但是马这边 没能踩到人 有点可惜 小律一波给技能 防疫比较 但是无敌斩 直接 福啊 感觉要跳红了 小律刷新大 开比比较 跳红两个 但是自己在这里 还是不行 砍一个 哎 一个没斩掉 僵硬了 这这这 这波很僵硬 虐全没虐好 现在有点垃圾时间 两边差距确实有点大了 防二十二杀三死 也是全场数据最亮 现在就是 里面三万经济了 高地 而且两路高地优势 讲道理是 不太可能会 被翻盘的 打火枪 打火枪 就是打人马 再给一标 暴击 哎呦 这感觉 这感觉 要给 大推一下 分身 哎呀 还是死掉 这波就属于 装逼不成反 没操 想虐一波 全就被人 打 直接干 爆 直接吹爆 非常非常惨 这波等待全员复活推一波就行 优势确实比较大 军团坐着大电锤 军团其实还挺肥的 收了几个大人头 但是经济确实不如天元帮这些人好 火枪的装备也是 刚才收了那波虐权的大人头以后 他现在经济反而起飞了很多 这波感觉天元帮不能太浪 因为打到后面 他们这个枪中联组合 是有可能会被对面翻的 对面双团共朝级 做出刷新 火枪输出只要上来 他们装备是能打动天元帮 所以说天元帮现在一定要认真点 不能再送了 再送一波 感觉就有可能被翻的可能 这几波看送的蛮伤的 经济就说最高三万多 回到两万 我感觉这个双方阵容 对面这个阵容双团共 朝级有刷新了以后 然后朝级只要有刷新了以后 后面装备是 就是刷新以后 火枪装备足够好 拍拍拍跟就是 那谁军团本来就不穷 打到后面是绝对有希望跟你们一纲的 所以说天元帮这一波 应该是等人都活打个盾 然后直接想要上高 一波或者最后一路都行 一波吧 一波会好一点 这边看到了拍拍 点个灯 他们还不走吗 无敌斩 直接被斩杀 吼一下 这边决斗剑哨 但剑哨开着转的 应该不会被打死 一波 剑哨 直接干出来 剑哨一波技能 哎呀 这一波天文帮又打赢了 夜眼帮这波太自信了 出来个天文帮接挺难接 毕竟两万级级优胜上 打到这时候 夜眼帮基本没这么大的机会了 三个人都不能买活 火枪更装备了 火枪刚才觉得他输入打不动人 所以说更装备了 这种女孩打到这儿 基本上已经给给了 给对 哎呦 火枪各种控方技能 因为他知道要赢了 对面买活的 只有一只牛 军团买活选择干一波 但最终的激励还是被拆掉 也是恭喜一波天文帮 在小学生带领一下 轻松拿这两比赛胜利 然后小学生应该是本场比赛 MVP23扎34 全场数据最亮 而且带动起了场上节奏 打输出位应该也是最高的 47000比PA还要高 好了比赛要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色水莉子 然后我们下期见 然后底下是莉子和灵叔 也欢迎大家弄来看看